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蒋暗舞又来了 事隔两天,小蒋这个心可算是放下来了 当然了,也是经过了各个部门的一个申请,联系,上诉等等 还是要相信国家的力量 小蒋始终相信,光明,正义,永远战胜邪恶 就在刚才,就在刚刚小蒋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后商家呢,也是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反转啊,那个服务态度 哎呦,早知道这样,对吧,何必当初呢 当然了,朋友们遇到此类事情啊,一定要积极解决 提醒广大,对吧,咱们朋友们遇到此类事情呢 报警是第一个方面啊,报警之后,民警会来记录 第一时间记录一个证据啊,现场情况 然后留存一些信息,关键信息啊 第二步就是通过平台啊,平台如果说 他不到时间,平台有规定啊,不到时间能介入的情况下 就去申请各个相关部门啊 当然了,这个具体相关部门呢 我不知道在视频里能不能说出来,我怕给我屏蔽掉啊 所以说我在视频里面打上啊,小蒋申请了哪些部门啊 然后打电话过去,然后尽可能的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啊 是去进行一个申诉啊,去进行一个申诉 当然了,哎,申诉的作用力度还是很大的 小蒋呢,网络申诉,然后呢,各种打电话申诉啊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啊 这个昨天下午,其实昨天一上午小蒋都在郁闷当中啊 以至于昨天小蒋没有出视频 只是天天的啊,事隔几个小时呢 拍一些照片留一些证据啊 因为这个他的鲜活之物啊 每天的祸损是持续加重的 所以说经常拍一些照片啊,留个证据 所以说小蒋昨天下午的时候 才啊,打了低通举报电话 然后因为上午一直打电话 但是各个部门都说不归他们不管 然后就是驳回呀,不受理呀等等 然后小蒋就各种在网上搜索 哪个部门我就不相信 没有哪个部门能管这个事啊 所以说呢,小蒋各种各种搜啊 然后终于昨天下午打通了第一通电话 并以受理 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昨天晚上小蒋在看评论区 朋友们小蒋上一条视频的时候 有个朋友发的那几个电话啊 小蒋感觉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就是在事发当地啊 他们当地的一个投诉部门 小蒋今天早上打了那两个电话啊 然后有一个没打通 第二个打通了啊 然后打通了之后呢 经过了一中午的等待 一上午的等待 在今天下午几点钟的时候吧 对吧,也就是刚才吧 差不多吧 那个商家啊 主动联系了咱们啊 拼,哎呀那个态度 哎呦,那才是之前的态度嘛 对吧,做生意嘛 咱就对吧 合理合气的 不要见面擦枪火那种 对不对 然后就是退款呢 货物呢 对吧 咱们自行处理 当然小蒋以表 咱们这种货物实在是无法处理啊 所以说 咱们不进行售卖 而且它有问题的东西啊 咱绝对不会进行售卖 然后小蒋就给它扔到垃圾堆去 刚才去垃圾堆呢 垃圾堆不让扔了啊 因为太多了 垃圾堆不让扔 所以说小蒋想办法 拉到某个地方去处理一下 并拍视频啊 传回给商家 以表咱们啊 呃 不售卖的一个决心啊 然后直接给它扔掉 这样的这样出问题 这种 再说句不好听的啊 这种垃圾货 当然啊 你次货有次货的价位啊 但是它这种价位 这种货 不好意思啊 是不进行啊 售卖的 然后不要把这种不祥之物啊 带给咱们广大朋友们 所以说小蒋决定了啊 给它扔掉 扔掉 然后拍个视频 留存一下 对吧 以表小蒋决心啊 拍个视频 给商家发过语 告诉他 这个东西的确我不能卖 这东西啥玩意儿是吧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事情呢 算是告一段落啊 同时呢 也多谢广大朋友啊 对小蒋的一个关心和支持 以及最重要的啊 告诉小蒋各种通道 通道的一个投诉啊 建议等等啊 多谢各位朋友了 然后呢 事情呢 算是解决了 当然了 小蒋还是 到最后一刻啊 他让我申请那个退款的时候啊 小蒋又心软了一下 因为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了 刚才跟几个咱们邻居聊了聊了聊 邻居都说我傻 对吧 小蒋心软了一下 因为是四千块钱的货款 小蒋对吧 你看这个截图 小蒋说 哎呀 都不容易 对不对 然后退我三千五就得了 其实还有一句话 我没有说出来啊 就是说五百块钱 我就当买个教训 但这句话对他 跟他说的话 总感觉那个不是那回事啊 我就没说出来啊 自己也认了 这毕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当 明明是四千没问题的啊 他全额退款也同意了 但是我心一软呢 对吧 那五百块钱 对吧 就当我买个教训吧 对吧 就当我买个教训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好比说 对吧 做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不相见啊 这种事情咱们不相见啊 就这样吧 咱们就算 解决OK了 解决OK了 现在咱们要处理这些货 这些货放这不是个事啊 咱们赶快给它扔了 免得我看了心烦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地方 咱们要空出来 铺自己的货 然后还有个别朋友 我看小蒋 昨天看那个 上一个视频的朋友 评论的时候啊 就是说小蒋 问小蒋 就是说 那你自己种这么多菊花 你为什么还要进货去卖呢 对吧 好几个人呢 小蒋在这里 咱们老粉都知道啊 为什么小蒋自己种了 大批量的菊花 还要去进货去卖 对吧 老粉都知道啊 因为 后面那些 没开花的就是咱的 对吧 当然这个是咱的啊 这段时间开了 那些没开花的 现在还没开花的是咱的 这些全部开花的啊 都是进的货 我为什么进货去卖啊 很明显吧 不用跟我干啊 我知道 这些朋友 问我这句话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 有可能我是在黑某商家 故意黑某商家 我有必要吗 是吧 我是做生意的 我有必要吗 我吃饱撑的 对吧 我是因为咱们的花没开 我不得已 进了一些外地的货 开花的货 拉不拉买 我之所以要这个 或者就是因为 它开了 咱们的还没开 我拉过来 对吧 针对于开学用 针对于中秋双节用 所以说 我拉过来受卖 并不是因为 我故意买它不好的货 然后再发视频 营造舆论 我是闲的了 对吧 我不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咱们 反问小蒋的这部分朋友 你 键盘敲的挺响 事实而言 通过了各种 政府机关的一个举报 对吧 咱们 全额退款啊 当然了 出于好心呢 五百块钱就给他了 对吧 谁的问题 所以说呢 可以啊 朋友们 小蒋现在心情非常的舒畅 以至于现在小蒋 现在谁要来买咱的花 我都免费送他一瓶 太爽了 真的 正义 永远 能战胜邪恶 只要咱 对吧 做出行动 当然有个朋友说的也很好 就说 他就是 对吧 他是 他是就是专门 说句报听的 专门坑那种不懂的人 没想到这个商家 碰见了一个专业的 那不好意思 小蒋就是专业的 其他的话咱不敢说 句话啊 正儿八经 咱是专业中的专业啊 所以说 算他碰见了我 较真了啊 我是打了好多个电话啊 至于什么电话 我就不截图了啊 不方便截图 各种投诉 各种市民也限 各种 北京的也好 江苏的也好 什么 什么宿迁 宿阳的 各种热线 都打 都进行一个申诉 进行一个举报 进行一个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 才换来了 今天这个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 对于商家来说 他完美是他的事啊 他出问题了 他不完美 他应该啊 他活 他应该啊 不是活该啊 说话 不要太过分 所以说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朋友们 来了一定要勇敢的面对啊 一定要勇敢的面对 还有一点啊 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 就是经济纠纷啊 公安局是不管这个事的 但是咱们还是一定要报警 因为他们会留存第一手证据啊 他们的证据是很有力的啊 他们拍的照片啊 录的音啊 包括什么各方面啊 他们的证据比咱们现有的证据要有有有有力的多 所以说第一时间报警是第一个选择啊 之后的顺序啊 咱们再接着慢慢来 然后你的东西出问题了 一定要及时的拍照片啊 拍视频啊 留存证据啊 不要有后续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出现 所以说 昨天警察来的时候也说了 给我们给小蒋讲各种大道理 我都不想听啊 其实警察来的时候 我是开着录音的 开着录像的 就是想跟朋友们说一说 我们聊了什么 但是那些各种大道理 我估计你们听了也是脑袋疼 我听了 我当时就不想听啊 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你给他讲去 是不是 那民警来了时 这一个调节啊 调节 不归他们管 归什么部门管呢 就是法院啊 小蒋也是想到了这一个 去法院上诉是最后一步啊 是各个部门 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啊 一指诉状啊 咱们上去 当然了 现在是解决掉了啊 所以说 反正 哎 现在没来买花的 有来买花的 我送你一盆 太痛快了 真是